陳柏惟他現在一直拉仇恨值 那我也跟大家分析過 我剛講 大家就以為說你拉仇恨值是幹嘛找死嗎 不是的 高投資高風險 高風險那就高獲利 我先跟大家講 我覺得陳柏惟的罷免案 應該是六成不會過 陳柏惟他現在一直拉仇恨值 那我也跟大家分析過 我剛講 大家就以為說你拉仇恨值是幹嘛找死嗎 不是的 高投資高風險 高風險那就高獲利 其實基金黨拼的是一個什麼 我跟大家講 三年前台灣基金 一共在台灣推出了12個市議員候選人 寶傑哥上了幾個 上了好像六七個 一個都沒上 一個都沒上 全軍覆沒 所以他這次很厲害 那立委呢 立委上了一個 就是陳柏惟 所以議員的選舉門檻低 一個都沒過 立委反而過了 可以喔 可以勝敵喔 所以呢 這個叫做高風險高獲率 很簡單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認為啦 就是說我黃文漢評論員我認為 我認為陳柏惟的罷免案等到 真的塵案等到那個子彈打那兵去冷掉了 會不會有人出來罷免 會 會不會過那個門檻 我覺得很難 就是說 就像黃捷跟王浩宇的差別一樣 黃捷罷免案大家也是很關注 可是他就沒有過 所以陳柏惟他應該判斷不會過 我認為6成不會過 說不定陳柏惟認為87%不會過 所以既然不會過 我跟你拚下去了 我拚一個未來喔 如果你判斷 他會非常危險 我相信就不是這個做法 可是一來他們覺得台灣激進 需要一個大舞台 一小博大 我們本來是個小黨 只有一個立委沒有議員的小黨 我都拚下去 今年不管是年底或是明年初 或是任何下一次的選舉 多好 最好罷免案弄在哪裡啦 最好他成案的時間是跟2024的時候一起 沒有罷免跟那個公投無關嘛 所以他可以跟大學綁在一起 多好 沒有2022要選市議員的時候 如果有罷免案的話 多好出力 那台灣激進就會上來 所以我簡單跟大家講 我不做勝敗的評論 但是我認為 陳柏惟報案其實相對難 六成應該不會過 所以既然不會過 玩大一點 把議題炒大 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我不是幫他打廣告 說回來 是說台灣激進 有台灣激進的戰術跟戰法 他們要的是 讓台灣激進盡量曝光 所以就會到處的對立 跟大家講 那些人都是假公民 基本上這就是惹怒大家的說法 可是為什麼要惹怒大家 我剛剛已經講了 很簡單一句話 因為陳柏惟跟台灣激進 要的是舞台 是對立 是戰場 是人家罵他 他又罵回去 那樣台灣激進 就會不斷地出現在 你我的談話 跟這個話題當中 那台灣激進 就做到了 就賺到了 就是他們要的目標 YAHOO